联盟大事球场风云 跟着尤尼哥看看NBA今天 到底发生了哪些趣事 作为本赛季仅存的最长连胜之一 热火主场迎战篮网 作为封线大队不知道布鲁克林 能否攻破热火的不败今生 比赛开始布里奇斯就接队友传球 修处欧洲部 随后丁维迪也介入挡拆 给赵四送出一次空中接力传球 洛瑞同样发动挡拆 只是他选择的 是早已埋伏第一脚的射手末冰讯 不过今天的巴特勒似乎没有睡醒 把常规赛看作季后赛 先是第一位军训对手新人 林乔转身轻松放篮 随后又在外线引射对手三分 也掀起了双方的三分鱼 邓罗把握空位机会 朗尼沃克也迅速回忆一级外线 进入第二节 今天的热巴格外强硬 单打对手抢起扣篮 随后又接新秀长船 同样位置再得两分 不过篮往老黄中迅速回忆 单打热巴三分命中 只是热巴粗中有戏 小手一等助攻到手 眼看对手猖獗 蓝网赵斯也展现起了自己的身体素质 巴特勒低位继续背身 打成二加一 赵斯也予以高难度的二加一回应 不过巴特勒闪电完成抢断 助攻队友压少得分 一边再战蓝网似乎找到了办法 老黄中外线三分开炮 电风扇也突入内线完成爆扣 危难时刻巴特勒突入内线打成二加一 邓罗也抢断命中空位的追身三分 开始了一次连续的进攻波 巴特勒低位单打丁维迪翻身中距离 又在湖底单条找四 压少打进高难度中投 接下来的对手是奥尼尔 钟摆变相后的突破完成一次发写式扣篮 不过奥尼尔不信邪 于是巴特勒只好在同样的位置再次打成投篮二加一 与场边的观众开始了激情庆祝 除了自己得分 巴特勒又开启了五四模式 先是突入内线助力哈克斯两分抛头 接着又让乐夫架起了三分炮台 火力全开 哪怕芬妮史密斯三分止血 无奈热火全面开花 哈克斯的底脚压上三分 点燃了全场骑士 进入第四季 史密斯开局就送出空接暴扣 不过热火的联方威力十足 邓罗命中空位三分 里拉德森也顺利完成了一次反击暴扣 抽到赶招 阿德巴约低位单打 完成了一次残忍十足的双手额扣 哪怕对手拼命的全场紧逼 热火依旧攻势不减 圣马丁低脚三分 阿德巴约再次双手中扣 就连邓罗都能落干进球 几乎锁定了比赛胜利 等到哈克斯再次命中外线三分 热火收下比赛 完成了最长连胜的延续 好了 今天的由一个说求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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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